在這裏講到我們如何預備為自己去宣教 其實宣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提升我們 為什麼呢?因為在很多宣教的地方 那些人比較環境沒有我們那麼好 他們受教會的幫助少 有很多地方全都沒有空去幫 也有些人不懂得去幫 所以他們有很多是困難很多 例如我們在香港去教會 然後你問人有什麼可以幫你? 他們問你,你又不是牧師? 你幫到我什麼? 我都聽了很多信息 我不是告訴大家你不去問 你也可以去問 每個人都告訴你很多問題 有些人問,但有很多就會防你 但如果我們訊息預備好 就是幫助大家 我們有時也會有不開心的 也會影響的 即是我們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然後你可以跟他們談 其實你先跟他們談 其實我曾經有過這些問題 後來耶穌幫我 真是現在處理到 這樣開始就比你說 你有什麼問題我可以幫你 他們會這樣想 所以我們都先說自己 然後幫他們比較好 然後去宣教 那個情況就會減少很多 因為他們真的很多 是很少個人性的幫助 也有很多傳統人 是沒有學過輔導的 他們會做什麼呢? 教導 因為有什麼問題就教 或者是指責 所以那些人也有時候 也沒有空 也沒有空找他 傳統人沒有空 於是就會很少機會 所以去到宣教 第一樣我們有很多機會做 就是輔導 你跟他聊聊天 當然你不想好 就開始問他有什麼困難 你可以問他 你生活怎樣 你家人怎樣 你問這些他就會說說說說 說出不同的東西 然後你說 你回這個教會覺得怎樣 可以得到幫助 這些問題就不是那麼近身 即什麼時候問人都是 問一些沒有那麼近身的問題 他開始說說的時候 他就越說越多 譬如你講的時候 留意他有沒有什麼表情 一些不開心的表情 你就會留意到 他講的時候很緊張 很笨 你知道他現在 即他講出一個 他生命中的困難點 當你去回應他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 就是這個 牧養的機會 以及輔導的機會 其實我自己來講 我是由信主開始 已經做很多很多這些事情 我信主 神就給我這個心好想傳呼吸 於是我就向很多人傳呼吸 那些人就問我很多問題 然後後來 其實幾個 在沒多久 我信主主 沒多久 我回教會 這個意念我覺得是神給我的 其實在教會的人 每個人都很肯定信耶穌 那我就有這個問題 於是我就去問 我發覺不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當時我第一個關注點 是否真的有神 你是否真的信有神 有些人說 我也不肯定 於是我就下一次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我就跟他回家 即是離開教堂 跟他一路走走走走走 那時我住在彭博地 走走走到外面 然後他坐車回家 我就覺得 啊 這樣幾好 我下一次就早回 遲走 早回見到誰就跟他聊天 然後聊天 又有事 最後又繼續聊 這個就是我開始 開始幫人的信仰 就是我信了主幾個月之內的時間 然後呢 我就後來做一間 基督教校的老師 這個就給我真的多機會 多得重要 那時候我們校長 就叫我做一件事 就是寫周記 就是給人每個星期寫周記 那些人周時都問問題 他有時說他家庭問題 有時說過人問題 然後我就會回應他 於是就是有很多機會跟你聊天 還有我又訓練他們 又帶他們出隊去傳呼音 那我在這些經驗 一直做了很多時間 所以我已經知道人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說到的時候 是很多 就是我預見的情況 實際是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建立了我這種經驗 所以他去宣教是會給你這個經驗 當你去宣教做到 當你去宣教做到 你小組aded 你小組我們哪裡就是做到 你之後又可以幫他 然後他說 hetul 然後他就說我家中都有問題 你的要記者問他就能探他aranee було可以探住他 leader 這是預備好輔導,但輔導是不要太多教導 盡量引導它,問它有什麼方法解決 你覺得你可以做什麼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一開始慢慢教導 教導這種習慣,其實你發覺我開始 我不是第一樣教導師妹,我先聽你們說 回應你們,這個回應就會變成 我是被你們帶著的,就是你們的情況 然後我回應,你發覺我回應就不是 你說什麼沒做到,什麼沒做到,什麼沒做到 我不是這樣說,而是說你這個做得好,這個做得好 其實如果我要找做得不好,我還有很多地方 譬如你兒子的情況,他都可以說你沒有做到什麼 但我主要在另一個角度想,其實有個位幫他 就不是說你那時候沒有幫他,為什麼你不幫他 這樣就變成給你壓力了,但任何人給壓力都沒有益處 只是給壓力了,後果是什麼呢 他就會想,哎呀,我又壞了,我又不好 這是一個一生的習慣,盡量盡量盡量 習慣,不要指責,盡量是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怎樣處理呢 用一個引導他去處理的方法 然後他不明白的時候,我們才去解釋給他聽 不如我現在告訴你,怎樣可以這樣做法 好嗎?這樣問他,他說好啊,我們就告訴他 即是引導他去想 因為人們想完,他就會記得 如果他沒有想過,你說他就會忘記 這個輔導就是我們去宣教神可以做 如果有人能夠做到投入的領敬拜 即是放鬆的領敬拜也都可以做得到 即是我們都可以讓你領 試過,那在宣教神有什麼不同呢? 在香港有時候我們會這樣想的 他們每個都這麼多經驗 我都是這麼生手的 出來我都不敢這樣做 但在宣教時,那個膽子就大些 可能你去到領敬拜就會放些 你說你願意做,我就會讓你做 那你放些,那你又會更加發揮 另外就是處理生命 即是我們自己處理生命 我們又幫人處理生命 即是我們處理好生命 然後我們有聖明恩高 你可以為了按照祈禱 在宣教的地方,即那個情況 譬如我們四月去的地方 如果我們回到以前去的地方 就有很多人 不過我都說想叫他盡量安排同工 因為幫助同工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找到什麼人我不知道 有時候是我們無法處理到這麼多 上一次去宣教的時候 實際太多人了 即是我都經常見到Mandy 我去見另一批人 她有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又一個 即是實際上很多這樣的機會 所以這是在宣教裏面非常之好的 待會每一刻開始問你處理生命 就是你處理好生命 然後你盡快可以學到維吵守祈禱 這樣的時候你去操練 讓你帶著聖靈的恩高去做 你會發現聖靈的能力很強 其實在宣教地方 聖靈的能力是加強的 第一就是神年吻 第二就是那些人開放 所以你會發覺去到那裡祈禱 那些人經歷聖靈是強於很多地方的 在經歷聖靈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spectrum 即是由一度去到另一度 有些人是好遠的經歷 任何人都可以幫到他們經歷 經歷聖靈的 有些人是很難經歷的 而在宣教的地方 是多些人在高那邊的 但也有些是難一點的 有些人的知識低 有兩種 一種知識低是心靈開放 有一種知識低是心靈開放 有一種知識低是心靈開放 但人就硬了 好像石心一樣 即是沒有了反應 那些人會比較難經歷 他會很難開放 很難投入 但也有很多人 尤其是婦女比較多 他們的情緒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操練機會 但你自己又處理好生命 因為也是保護你自己 免得受攻擊 不過如果你受到攻擊都沒有所謂 你回來操練一下如何處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益處 為什麼呢 當你身上有邪靈走到你那裡 影響你 或者不是整個走到你身上 就是影響你 影響你 影響你情緒 給你機會處理生命 因為當你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需要更加處理 才能夠清理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處理生命 所以我一早問你有沒有處理生命 這就是幫助到我們預備好 我們自己能夠帶著能力去祝福人 當你一做過 咦? 嘩? 這麼容易幫到他們 當然經歷完就完 你要怎樣教導 這是另一個層面 就是教導 提升他們的靈命 這個也是其實 我每一次幫你處理生命的時候 的例子都是可以用的 你想回大家的那些問題 其實很類似的 當你講到的時候 講信息的時候 你能夠用一些活生生的例子 不過你講活生的例子 就不要講人 不要講人名 又不要講在哪裡見到那個人 就不要說我是課程那個人 就是講有一個人 然後講出他的問題 然後那個人怎樣處理 或者他怎樣合作處理 最好是你自己處理的問題 第一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保護我們祈禱的人 亦都保護 讓我們有很多這些經驗去處理生命 這就是提升 當你又做到輔導 又做到靈敬拜 又做到講信息 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 第一 你們可以自己去的 我們去的地方 那些人說 歡迎你再回去 那你們就可以再回去 所以其實你這樣想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有很大的發展的空間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想不想啊 你們 想 即是有人能夠全面勝 甚至你帶隊 當然 當然是 即是說 不要想著只是經常跟人 當然你暫時要跟 你們幫人的次數不多 即是你現在的經驗不多 我幫的次數真的多得多 然後全部幫人很多 靈命更新很多 身為醫治很多 即是做到習慣了 講齊靈有很多 所以什麼都 有些什麼人有什麼問題 我很多都聽過了 這就是一個經驗 這個經驗都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盡量去爭取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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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